老師帶來很多他自己就是從很多很多資料找出來的 就是很少見的一些巴黎的以前的圖 然後要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這個系列其實是整個從非典型法國、巴黎人 然後長崎小說跟李維時托這四本去串起這個系列 那其實我覺得非典型法國跟巴黎人 大家可以把它當成上下課來閱讀 因為非典型法國在講的是法國這個國家 可是到了巴黎人他是聚焦在這個城市 那作者的寫法也非常特別 他是用很多跟巴黎的歷史相關的重要人物 他們的奇聞意識然後去組合出這個城市的歷史 那我覺得他整個歷史的書寫方式就是跟一般的歷史學家很不一樣 甚至看起來就像是一篇一篇的短篇小說 對那我覺得這個 那我剛剛有問顧正峰老師說 就說他比較想當日本人還是法國人 因為我們都知道他對日本跟法國都非常嚴重 而且他竟然回到我說他還是當台灣人好的 對那老師他就是今天帶來他很多特別的收藏 那我們就把時間交給他 謝謝各位來賓在新華華南的天氣前來訪查 那在這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要把好幾百年的巴黎來講完 其實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我盡量把重點講出來 然後配合一些精采的圖片 這些圖片我大概也花了十幾年收集的 那麼雖然我只要到巴黎四天 但是每天就跑到巴黎去 其實通過圖片去瞭解巴黎 還有通過一些書啊 那麼我們知道呢 巴黎最重要的特色 他就是非常喜歡接受外來的文化 那麼他一直善於吸收外來的文化 所以來強化巴黎本身的文化 那麼我會看到最早呢 那麼從這個給大家看一張圖片 有一個口味的文化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佛羅倫斯的美蒂奇家族的一個叫 Caseline Medici 呢 那麼他駕到化果來 那麼他把義大利呢 這個做香水製造香水跟 跟這個冰淇淋的這個技術呢 傳到化果來 所以我們要化果呢 一開始呢 他是接受這個義大利文 到過去羅馬文化呢 一直練習下來的 那麼接著我們可以看到 好 現在稍微調一下 所以我們會看到這個巴黎呢 那麼他在整個歷史的累積當中呢 那麼最重要這個溫水嶺呢 那麼就是在1852年的巴黎大改造 那麼大家如果到巴黎去玩呢 你可以看到現在的巴黎呢 其實是那時候 這個巴黎大改造的一個產物 那麼我會看到這個整個大陸呢 康莊大道就出現了 那麼不像過去呢 有一些有一些彎彎七七的小巷 那麼我們看到這些彎彎七七的小巷 那麼我們看到這些彎彎七七的小巷 其實也製造了好幾個 有名的攝影師啊 那麼大家如果看到這本書呢 這個書呢 那麼那個Homen有一個叫馬維爾 那麼這馬維爾呢 那麼他就是這一張中間那個 他就是怎麼樣呢 專門在拍這個巴黎大改造之前 以及整個改造過場呢 的一些照片 那麼我們現在呢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一些老照片 這些老照片在哪裡 這些老照片 我們看一下這個巴黎 有一些彎彎七七的小巷 那麼那時候呢 階級概念沒有那麼清楚 就是喔 有錢人跟窮人都住在一起 那麼大家比較沒有說分得那麼清楚啊 那麼大家如果看過二芝華呢 普特萊爾裡面的那些詩呢 那麼他就有說在呈現這些大階小巷 特別是彎彎七七小巷裡面的一些 一些那個邊緣的人 那麼像乞丐啊 像盲人之類的 那我們再給大家看一些老圖片 那麼這些老圖片呢 也在巴黎大改造之前呢 那麼拍攝下來 然後在整個大改造過程呢 也留下不少這個圖片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張 那麼這個也是啊 那麼當時呢 在整個改造的過程當中呢 那麼其實就是有一個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下圖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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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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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整個巴黎呢 他除了一些老的這個老的這個圖片留下來呢 那巴黎呢 其實他本身呢 也跟時尚有關係的 他本身跟革命沒有關係啊 他本身跟這個怎麼樣呢 整個這個柏蘭衛百合公司都有關係 那我們先給大家看一張這個圖片 那麼當時呢 這個在華國呢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財政總監 這個在17世紀錄裔十四的時候呢 那麼他認命了一個財政總監 那麼他當時呢 認為巴黎呢 如果呢 開始發展時尚產業呢 就可以把這個華國呢 製造成一個時尚中心啊 那麼當時西班牙 西班牙呢 跟葡萄牙 已經什麼到中南美洲去怎麼樣呢 去這個工程類地 所以華國身為後進國呢 那麼他就把這個怎麼樣呢 把這個時尚呢 作為後進國的一個產業 所以他們開始往這個怎麼樣呢 往這個意大利聘請很多師傅 那麼在里昂呢 就建立這個法制中心 開始發展時尚 所以呢 大家如果呢 這個發現這個巴黎現在是一個時尚中心 就是17世紀那時候建立的 一個時尚產業 這個大家就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 好 那麼路易十四呢 當時他們的川總呢 那麼是跟 跟這個 這個圖好像有點 好看這邊 可是我可以跟人家掉一張嗎 我的天哪 那些什麼 是 我可以跟人家跳過 才華為你 誰會來 哪一個圖 沒有 他是 那些什麼 人家 許多 那些人家 好 那我再给大家看一些图片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图片操作有点问题 好 那时候图一十四开始发展时尚 这个高级定制服就开始出现了 我们看到这个彭巴杜无人 还有这个跨南西第二帝国欧臣尼皇后的高级定制服 还有我们看到底下奥地利的皇后 他也穿高级定制服 所以巴黎的这个时尚呢 就要在整个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呢 慢慢的抵积了他的这个懂啊 他的这个他的知名度 好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 好 这个我证实哦 证实不用读啊 不然这个假的我也有一点断掉 那么巴黎除了这个时尚之外呢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巴黎大凯兆呢 那么巴黎大凯兆呢 最重要就是来自于这个奥斯曼 那么奥斯曼呢 他本来呢 本来是在这个巴黎之外的 是外的这个怎么样 是外的这个吉伦特省 耶拿省呢 当过省长啊 那么当时拿破仑三世呢 在1852年呢 1852年呢 那么因为这个 发动这个政变 建立第二帝国啊 那么很多乡下这个巴黎外省呢 那他是反拿破仑啊 那么奥斯曼呢 在拿破仑三世访问这个 这个外省的时候呢 耶拿省的时候呢 那么把这些反拿破仑问题 这个压制 所以后来呢 他就调到塞纳省当省长 塞纳省呢 就是负责呢 负责来怎么样呢 管制这个 那个监管 这个负责这个巴黎的行政 所以巴黎开始大改造 那我们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一张图片呢 那么他就是 这个巴黎大改造呢 整个城型之后呢 以凯贤门为庄星的这个画画大道就出现了 那么 这间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当然这间呢 其实还有一些 这个怎么样呢 断断期去的这个插曲啊 那么 后来呢 我们会看到 没有 哈哈 哈哈哈哈 外面真的不太荣 白后看 白后看 好 我看到這個巴黎大改造之後呢 那麼 開始有這個銷匯出現了 那麼 因為呢 整個 跑大馬路就出現了 買合公司啊 名牌商品就出現了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路易威登就出現了 那他以前呢 以前呢 就是在鄉下 我們就給大家看一張圖片 這一張呢 就是他在巴黎呢 這個之外 這個鄉下 我們知道巴黎人呢 把巴黎之外的地方叫外省 那麼大家如果看過巴爾查克呢 你就得知道 巴爾查克的小說是講 跨過大革命之後呢 很多年輕人呢 那麼要跑到巴黎呢 那麼去打天下 那麼 是因為路易威登也是啊 那麼他從巴黎呢 用 他從這個鄉下呢 走到巴黎呢 走了這個三年了 那麼大家可能以為這個 他為什麼不搭馬車 因為以前年輕人都要從鄉下搭馬車到巴黎 可是他在沿路的木材行呢 工作 所以他瞭解到木材的這個材質啊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在整個 當協助的過程當中呢 那麼他後來呢 到了巴黎就開始開店了 開店呢 那麼他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皮箱 這個算是比較後期的皮箱 這是最早的皮箱 這個是鄉的那個豬皮啊 豬皮 就是最早的這個皮箱 因為以前呢 貴族呢 他要去 鄉下休閒區 或是在外國玩呢 他們有這個 比較笨重的高級定制服 所以要用這種大皮箱呢 裝在裡面 比如說放在馬車後面 這個等於也是黃水啊 好 再給大家看一下後面 好 這個當時在路面的一些廣告 這個大概是比較 世紀末根 都世紀初期的 這個 還有這個他們露天的 露天的那個 這個怎麼樣呢 露天的這個倉庫啊 一個板子 一個板子 好 那麼接著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當時呢 在1870年東方特快車呢 為了 為了這個 為了出國旅遊啊 那麼搭上了那個東方特快車 所以 這是 是一個活動的衣架 那麼裡面還有一個櫃子 一個櫃子 好 那這個是野餐 這個是比較一點 模仿英國人 這種野餐的這個文化 好 這張是大家都知道 日本人對LV蠻好誇 就是第一個 Samurai 就是第一個武士呢 那麼他去買這個 LV的 所以被 做成一個歷史紀錄 一個歷史紀錄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喔 那個 穿的那個 和服戴的LV是蠻好笑的 那麼日本人呢 不是很崇拜化佛啊 那 日本人呢 每個業都在出有關化佛 所以 這個日本人呢 我講大家有這種固定印象 從十幾年前呢 你在一些海關的美稅商店 你就可以看到一些 就怎麼樣 搭大擺堂樓去買LV的東西 連日本那個 聽說京都大學那個掃地的歐巴桑呢 他 要存錢存到 一筆錢呢 來買一個LV的皮夾 所以這個名牌其實 有一點像 尾符啊 符咒 那可以迷惑人 這樣子本人還有一種 專門 搭飛機到米南採過 專機啊 這個也是蠻特別的 好 那麼這一張應該是比較 叫二十世紀初期啦 好 那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剛剛講到這個 除了名牌商品之外呢 那麼 華國人呢 在消費呢 他是 階級 很清楚啦 上流階層到 高級定制服的沙龍 去訂做 高級定制服的沙龍 去訂做 高級定制服的沙龍 那種衣服都手工刺繡 中產階級呢 就到百貨公司 中產階級呢 因為百貨公司呢 跟現在不太一樣 百貨公司呢 它賣的是 高級定制服的山寨法衣物 它就是樓廣高級定制服 所以中產階級 就是進百貨公司 那麼你也可以看到 這一棟呢 這是華國非常有名的 便宜百貨公司 這個是 它是第二期的工程之後 等於是擴建之後的 這個產物 那麼是1870年之後 蓋好了 我們知道 華人是第二帝國呢 1852年到1870年 1870年 那1870年普華戰爭就掛掉 可是那後來華國這個 巴黎的消費呢 還是一直持續增長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 以前呢 你要去消費是怎麼樣 搭著馬車搭著馬車 那時候馬車呢 有出租馬車 有個人的馬車 個人的一項私家馬車 還有公共馬車 就是三種馬車 所以呢 門口就搭著馬車去消費 那麼那時候呢 法國呢 就是第一個國家 把這個百貨公司呢 發展的有模有樣 那麼過去呢 在消費的過程當中呢 那麼可能 你要買一樣東西是在東區 買另外一個東西呢 可能在西區啊 可是百貨公司這個概念 就是把所有的商店呢 集合在一棟大樓裡面 你可以看到 在一棟大樓裡面 那麼大家呢 就可以是怎麼樣呢 很短的時間呢 就把所有的東西買完了 那麼那時候呢 百貨公司上面 有時候還有這個什麼 夜染室 可以讓你去念書啦 還有看一些名畫 有時候還有這個怎麼樣呢 還有這個醫療會 好再給大家看一些圖片 好這一張就是 法國百貨公司的這個醫療會 那麼他大概一個月幾辦一次啊 就是在一樓 那麼他會把一樓 百貨公司的一樓撤掉 撤掉 然後呢 讓他們的店員呢 上台演奏這個古典音樂 一些大小提琴 中提琴啊 長提之類 所以呢 在這個百貨公司裡面工作很辛苦 因為下班之後呢 你還要操練這個業氣 比較辛苦 那麼這個是法國人 比較重視的一種文化的 一種訴求啊 就是說你進百貨公司 並不是說只有讓你花錢而已 還可以讓你學到東西啊 那麼這一套呢 讓日本人也 也學得很到家 那麼大家如果到日本去 像澀谷對不對 澀谷那個 我記得東區那邊有西五百貨公司 對不對 以前有那個美術館電影 電影電影電影 好幾棟在一起啊 那西區有那個 東極文化村啊 還有東極百貨公司 兩個棟聯在一起啊 那時候人在演戲啊 還有演電影 演出古典音樂器啊 簡單來講就是說 把百貨公司跟文化結合在一起啊 那麼這個算是 法國人呢 比較 怎麼樣呢 比較有創意的一種 商業經營 好 那麼這個是 英國的 英國的 那麼 這個也算 比法國稍微晚一點點 可是也有 也非常有知名度的 黑肉子百貨公司 好 那麼這一張是 其實跟剛剛 是同樣一個地方 同一家百貨公司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馬車 那馬車呢 到後來 其實 就變成汽車了 對不對 所以汽車其實是從馬車那邊 也被過來啊 好 再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就是 百貨公司 便宜百貨公司 第一 一樓一樓了 沒什麼百貨公司 好 這個是老闆 這個老闆 所以呢 除了我們剛剛講到說 你可以在短時間 把東西買完 還可以是怎麼樣呢 東西都有標價 不像以前呢 不像以前 你進去商店 你進去商店呢 烏漆麻黑了 東西都沒有定價 也要跟這個店員在那邊 殺價差來差去 所以這個百貨公司 最大的突破就是 這種定價 清楚 上面這種標價 東西 故障 你買回去還可以去 去怎麼樣去幫他 出去換錢 好 這個就是 好 再看一下高級定制服 我們剛剛講到高級定制服 那麼沒有給大家看主編 我現在得給大家 高級定制服 它是有點碰碰琴的 這種形狀 那麼它是一個像廟裡面大宗 廟宗裡面的那個琴稱 把它撐起來 然後這個穿起來很笨重 很笨重 我記得這個台灣有出一本自殺研究 還有以前 中山北路呢 敦皇書店 我記得我那時候 三十年前就 有倒映那個 英文版 A Study of Suicide 就自殺研究 我記得後來 這可以自殺壯 好 這個高級定制服 好 這個也是 你看整個群體就重重 好 剛剛講到華蘭西第二帝國 那麼這個 我們一般呢 比較了解 拿霍倫 那麼其實拿霍倫的職兒 拿霍倫的三世 那麼他是怎麼樣 其實對華國奉獻 不小於拿霍倫 那麼他在華蘭西第二帝國呢 靠他的太太 靠他的太太呢 把華國的名牌支撐起來 LV LV 我們看到 剛剛那個LV 就是幫他在打包了 專門在 在幫他打包行李 就是 易用行李打包絲啊 就是專門幫王后打包了 即使1870年 主化戰爭 普魯士軍隊攻到巴黎呢 他衝衝馬馬要逃到倫敦去呢 以示這個LV去幫他整理這些高級病毒 好 還有 嬌蘭香水 艾瑪士 還有 怎麼樣呢 這個 LV 還有這個 Cartier 那個珠寶 對不對 都是靠他來加持的 所以台灣呢 台灣如果發展食材產的 其實很難啦 像我們馬英九的太太 對不對 隨便穿個牛太褲 這個很難啦 對不對 那麼我一個 以前在虎大交過一個學生 他就是在國外路開湯姆西五號 就是那些什麼政要 都是在那邊做西裝 他說那個馬英九那個西裝 大概都穿了十幾年了 紅紅普普啊 我記得以前在 像大陸的什麼 新三連舊三連 紅紅普普又三連啊 所以很難畫在食材 台灣 好 這個是路易威登啊 這個是比較晚期的 好 那麼我們剛剛講到那個 這位法蘭西第二帝國王的女王后呢 她是來加持畫國名牌啊 那麼其實有一個 有一個貢獻的很大 就是馬力王后 這個馬力王后呢 她本身就是奧地利 奧地利的公主啊 奧地利呢 他們比較講究什麼呢 就是 植物性的香水啊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以前巴黎人呢 他們重視的是動物性香水 從這個色香 龍鹹香呢 那麼起出來了這種動物性香水 所以很錯很錯 以前 在現代化之前 就是還沒有到巴黎大海道之前呢 其實 巴黎呢 是非常惡錯 大家如果看過一本小說 叫《香水啊》 一個德國小說家叫 《習氏心血的香水》呢 那裡面就有講到這個 巴黎真的有惡錯 到處都錯 大家看到那個達斯汀厚嗎 演那個電影就可以知道 對不對 那麼那時候呢 大家也不喜歡洗澡 那時候呢 環爾賽宮呢 也是很錯 大家如果歷環爾賽宮呢 大概要找到廁所 不太容易 而且那時候 路易十四呢 他那個 他那個尿口都是紅豆室 聽說裡面有100多個尿口 因為有一個手法說 他三十幾歲那個牙齒就不見了 所以他消化力很不好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在吃東西呢 就是要靠我們的口水來幫助消化 所以這個很容易大肚 所以死的 好 這個瑪麗華后呢 大家也是很重視這個時尚 所以呢 所以這個 雖然 雖然呢 這個後來呢 被砍頭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巴黎除了時尚之外 它還是一個革命的城市啊 它也是一個 砍人的城市啊 砍人的氣格耶 我們看到那時候 化頭大革命呢 這個 殺人 殺到後來呢 這個 殺不完了 所以有一個 醫生叫Elan 就發明了一個 叫斷頭臺 所以斷頭臺 是用他的名字 來命中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應該不是斷頭臺 這是砍頭啦 這個是瑪麗華後被砍頭 可是歷史就是很教詭啊 現在華國呢 雖然 霍氣國民黨呢 把瑪麗華後呢 推上斷頭臺 那個罪名就是什麼呢 就是浪費 就是一天到晚 穿得太漂亮 就是浪費 浪費空堂啊 可是現在呢 又出了 香水公司 開始又出了 瑪麗華後香水 可能限量 大概一千瓶啦 一千瓶 可能一瓶要台幣五六萬 所以歷史就是很吊詭 有時候 在那個階段呢 你是大罪人 被砍頭 可是到後來又變成 是怎麼樣 對時尚有貢獻 那日本人呢 也找了這個 巴黎呢 這個應該是某個單位 就是把這個 瑪麗華後呢 深淺的那些 鐵紙啦 茶杯啦 衣服啦 全部拿到東京去展覽 所以日本人呢 是很崇拜話 就是說 不管什麼 艾菲爾鐵塔展覽 什麼 羅湖宮展覽 印象派什麼 一大堆 巴黎三十幾座橋 也在展覽啊 所以呢 這個 我這邊 的圖片 就是從 一本 這個 雜誌 這個 剛好在展這個 這個 瑪麗華後的產類 這麼看到了 一個圖片 這個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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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剛剛有講到這個巴黎 那麼除了山林接受外來文化 那麼他最大的錯誤就有兩點 台外第一點屠殺新教徒在1572年8月23號 聖聖馬索羅明的大屠殺 就是我們知道巴黎華國是天主教徒 可是有一陣子曾經容納了新教徒 那麼新教徒就是大家念過西洋史就知道 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時候就有很多新教徒 那麼新教徒非常善於做什麼呢? 他們的手工藝很好,就是像歐洲的一些塔羅 塔羅有那個時鐘,對不對? 有那個時鐘 那麼他們的手藝非常好,可是在這個時候 他們就把這個新教徒屠殺 所以後來有很多新教徒 一步跑到英國去,一步跑到瑞士 他們會從石頭畫去做手錶 所以華國人就是因為祖先畫了一個錯誤 所以明台的手錶 最後你要到瑞士去下訂單 你如果當年你不屠殺這些新教徒 這些很厲害的手工藝師傅 他們本身的新教徒 你留在巴黎 你就可以是怎麼樣呢? 可以讓你華國的 特別是時鐘、手錶的製造業 你夠信心發揚多大 所以一個國家最重要呢 你不能排外 你排外呢 就把自己 國家的一些人才流失了 好 這個 再給大家看一下 好 這個人呢 就是 在1894年10月15號 他是一個華國的猶太軍官 那麼他被華國政府呢 這個 某天說他是德意志的間諜 那就等於是跟德國的華國 德國的間諜 德意志的間諜 所以呢 他被抓地審判 叫德雷佛斯事件 德雷佛斯啊 當時呢 這個猶太人有一個叫赫索 赫索呢 那麼他就是西安主義的創辦人 這個人就是奧地利的一個記者啊 那麼他 就去聆聽這個德雷佛斯的這個審判 他發現這個猶太人呢 一定要建國 如果不建國呢 將來呢 沒完沒了 所以這個事件呢 就是影響了以色列的建國啊 所以我們說詹佑尼人 這個 當時那個詹佑尼人 就慢慢出現 其實因為這個 這個猶太人呢 這個德雷佛斯呢 被某黑城堅持的 其實是一個 猶太人認為 在歐洲到處被侵蚀 最後一定要建國啊 所以那時候呢 在1894年 1894年 所以後來呢 詹佑尼人呢 就延伸到歐洲各國啊 特別是波蘭 那麼我們看到那個波蘭呢 當時被希特勒殺了最多了 對 所以後來 猶太那些 那些互國主義的人呢 大部分都是 不怎麼樣呢 其實都恐怖分子 以前那個 在以色列以前 有一陣子 有一陣子呢 這個 英國人偷管呢 那個 總部呢 都被那些 猶太互國主義的人 放炸彈 所以他們 起先要互國的時候呢 其實也都很忙 也都到處放炸彈 所以這個事件呢 大家就稍微了解一下 影響了以色列的這個建國 所以我們看到巴黎呢 它其實是善於接納外人 可是 就是這兩個大事件呢 影響了這個 怎麼樣 讓巴黎呢 有一點點面子 不太光彩啊 那麼後來呢 其實在 二十世紀初期呢 也接納了很多 這個 藝術家 特別像 像義大利啊 像 西班牙 很多畫家 還有美國 看到 海明威 看到 這個 Visgerlo 還有 Anderson 很多作家呢 都跑到巴黎去 因為那邊 那時候呢 比美國來的自由啊 而且 喝酒 比較不會被歧視 因為那時候 美國還是有 那時候呢 又有 禁酒啊 二年來才有禁酒啊 好 再給大家看一下 嘴邊 這一張比較小一點 那麼 我覺得法國在十九世紀呢 也是比較有趣 那麼如果大家呢 要了解法國 特別是巴黎呢 你要看法國大革命 之後到 華蘭西第二帝國 1852呢 你比如要看 巴爾札克的小說 巴爾札克 他是1899年到1850年 那1850年 他死掉 他講的就是 華國大革命到 華蘭西第二帝國 就是巴黎巴爾改造之前 因為革命之後 大家都有希望 當時的革命 跟現在不太一樣 當時的革命 就是市場階級的革命 英國 是比較早革命嘛 英國 這個1649年 1649年 清教股革命 查理一世 在倫敦的街頭被砍頭 對不對 所以政治革命 政治革命 才能夠 把這些 特殿階級 產出 所以後來 才有經濟革命 經濟革命 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公益革命 所以英國 是比較早的 所以華國是比較晚 因為華國是怎麼樣 是在1789年 才是怎麼樣呢 才有 就是華國大革命 所以華國的發展 就比較晚一點 那麼大家如果要看 19世紀初期到19世紀重期 就看巴奧達克 你如果要看這個 要看這個華蘭西第二帝國 好 波特萊爾對不對 這是二次華 這是二次華第一版 被查禁 就是被查禁 被華款 被侵訴 他跟胡龍拜一樣 都同樣被侵訴 這胡龍拜可能勢力比較大 就沒有華錢 是 波特萊爾被華了三百塊 後來又 又少了五十塊 在華蘭的話 好 再給大家看這邊 好 這個是佐拉 那麼佐拉呢 是華蘭西第二帝國 以及到斯蒂莫 那麼我們剛剛看到 這個德雷歐斯事件 佐拉也替他講話 所以佐拉有一陣子 還被通緝 還跑到倫敦去走起來 那他寫了一本 非常重要的百歐公司小說 這台灣沒有歡迎 這個叫 《顧你樂言》 講百歐公司的小說 這個是 也非常重要的一個小說家 好 這個胡龍拜 我們剛剛講到他跟波特萊爾 那巴瓦利夫人被起訴 華蘭西第二帝國呢 是非常 強調這個什麼 管治言論 還有 這怎麼樣呢 原品小說寫得太夠了 但是認為你跑太豪華了 你如果批評這個皇帝呢 就把你抓起來 更嚴重的是 送到惡魔島 南美化俗歸亞納 上個年紀的人 大概都 像我這種 應該有看過一個電影 叫惡魔島 對不對 惡魔島沒看過這個電影 就是 Steve McQueen 跟Darstein Holman 演的 南美化俗歸亞納 現在好像 那個 以前還是華國 那個 核子刺霸的那個基地 那個很難跑出去 惡魔島 好 那我看一下這個 佛魯士特 佛魯士特呢 那麼他是 生於1871年 死於1922年 那麼他的 追憶四點聯法 是1913年 到1927年 就是吧 所以大家如果看 追憶四點聯法呢 佛魯士特 1871年 就是在 華蘭西第二帝國 崩潰之後 他誕生了 那時候當然是他出生而已 所以他追憶四點聯法 第一策呢 就是在講 他 父母親那一輩 在華蘭西第二帝國的 這個 生活 那些 這個 上流社會的那個生活 他是在追憶 他父母親那一輩 的那個時代 那不是一開始 你在講他的時代 你在講他父母親那一輩 第一策 就在講華蘭西第二帝國 第一策 好 那麼我們順便把 當時的那個作家呢 那麼 那一些圖片 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還有一張 有一張那個 書店 好 這張是華蘭西第二帝國呢 那麼 非常有名的一家 書店叫 Michelle Lair 那麼 這一家書店呢 他本身呢 也在出版書啊 那麼 後來 波特萊爾的二支華呢 後來 這個 也由這一家 曾經出過 出過 那麼 以前呢 書店 那麼他本身呢 本身 也會出版書啊 以前呢 界線沒有那麼清楚啊 以前有時候 印刷廠呢 印刷廠的老闆 他本身也在出書啊 所以跟 這個 現在不太一樣 現在這個 分得比較清楚啊 書店 出版社 或是 印刷廠就分得比較清楚 那時候呢 作家 開始有 版稅 可以先 在報紙連載 連載先拿到稿位 接著再 出書再拿一筆稿位 所以可見呢 那時候 寫作人呢 慢慢 慢慢 有一點 在收入上呢 有一點起色 那麼 那時候呢 也誕生了好幾個 暢銷作家 那麼像 儀果啦 那麼像 有一個 叫歐仁書 寫巴黎的秘密 那個歐仁書啊 還有 大眾馬 那個叫小說工廠 什麼叫小說工廠呢 也就是說 他寫了好幾百個小說啊 那底下呢 其實他請了好幾十個人 在幫他寫小說啊 不是他一個人寫啊 這個有點像 日本的 這個 一些小說家 大家可以推測一下 如果 一個小說家 後來出名了 然後一個月可能出到 一本到兩本的小說呢 你大概可以推測他已經 請了一批人在幫他寫了 日本叫 事務所啊 警務所啊 像現在呢 東野歸武這個 一個月出一本 搞不好一本到兩本 我都在懷疑那一定有請 就大家會 開會 然後 錢進的人幫他找資料 寫一部分一部分 然後最後再總結啊 可是在日本呢 因為他這種 就是比較 有這種職業的規矩 所以裡面的人 他不會講啊 但是我當然 都會很切實的證據 但是就是說 這個 其實是受到大眾法的影響啊 那麼作家呢 每一個人的命運不一樣 那麼我們看到 剛剛給大家看的這個 巴爾薩克 還有 柏特萊爾 這個是比較悲慘的作家 雖然他們的東西寫得很精彩 可是 他們呢 陶載 也附載了一點 一天到晚陶載 有時候呢 這個 可能有二十幾個地方 聽說柏特萊爾有二十幾個地方 跑來跑去 這個角度有二十幾窟啊 這個比中國的這個角度還是三窟還厲害 還有巴爾薩克也是啊 巴爾薩克已經走到鄉下去了 不過他很厲害 聽說這個高老婆呢 三個月就錢出來了 巴爾薩克呢 跟柏特萊爾一樣 就是 巴爾薩克呢 家裡沒有那麼有錢 沒有遺產 跟圖羅拜 普魯斯特不一樣 因為他們都有遺產啊 有遺產的好處就是什麼 因為工作肯定可以 可以寫作 對不對 可是你一般人 你 如果出生不好 你還是要打拼這樣 哪有可能是怎麼樣 那個一天到晚 這個 錢可以從天上掉下來 好這個走廊呢 走廊本身是怎麼樣 以前在出版這工作 那麼有一些薪水 那柏柏商呢 那麼他本身是怎麼樣呢 是公務員 公務員 那麼還有固定的待遇 那麼走廊後來 寫了很多小說蠻暢銷的 後來就 過了比較 然後優勇的就是 我們去這個 郊外的庭園啊 過了日子就比較舒服 所以那時候呢 從此就是一中期呢 書呢 能夠在資本主義大行其道呢 最重要就是怎麼樣 就靠讀者的支持啊 讀者能夠支持呢 這個作家出版社呢 就開始能夠怎麼樣呢 簡單來講就用超票 對不對 比如說齁 中央硬是長 硬的超票還要曬乾 這個書不用 不用 對不對 好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 衛城出版社呢 這個最近推出了好幾本 有翻巴黎的那個書啊 像Levi Stroh Levi Stroh呢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人類學家 那其實被埋沒了十幾年啊 那麼 綜藝 好像行人類書一轉 對不對 兩轉互相 那個拉台雲轉 還有巴黎一人 那麼 這個作者其實也蠻有名 他寫了很多作家的傳記啊 尤其還寫了報紮克這個傳記 那麼報紮克呢 如果大家要了解 可以注意到公共電視呢 也拍過他的傳記電影 就是那個大鼻子情聖炎還是蠻有趣的 他那個傳記電影也拍得蠻有趣的 那麼報紮克最大的錯誤就是 要去追求貴婦 還有要租馬車 還有租這些高級的服裝 一天到晚就花很多錢 那收入沒有那麼高 你就跟出版社簽列 拿一筆錢 拿一筆錢 拿一筆錢後來搞出交不出來 對不對 不然就是拿一筆錢 拿一筆錢 要跟下一家出版社簽列 又拿一筆錢 永遠沒完沒了 所以咧 到後來也太操勞了 大概活了五十歲就掛了 是比較密集的一個國家 可是他寫的小說真的非常精彩 像這個人間喜記 我記得大概長篇短篇 大概有超過九十九篇 那麼我寫得非常精彩 所以化國小說呢 在十九世紀其實超越了 超越了這個英國 因為十九世紀的化國 小說真的非常好玩 有趣 那麼大家有興趣 可以看一看 這些小說家 他所呈現的這個十九世紀的世界 以及二十世紀初期呢 普魯斯特所呈現的 這個父母親那一輩 還有四季夢 二十世紀初期呢 這個巴黎 那麼 一本書呢 不可能把巴黎全部講完 但是至少是一個好的開始 中間內容呢 可以幫你抓一些重點 讓你去延伸看很多書啊 那麼我想這一本呢 應該是非常值得 大家去 看一看 那麼 特別是 這個 現在很重視 更後面生氣 對不對 還有這個卡古也 很精彩啊 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就是馬維爾 對不對 那麼這個是波特萊爾 就波特萊爾比較年輕的時候 那這是奧斯曼 也是巴黎大改造 有人說他叫巴黎的殺手啊 因為他大改造的時候呢 就把這些窮人窮人呢 下層階級 趕到郊外去了 所以呢 巴黎大改造 他固然是現代化 但是也把整個階級搞得千天俗俗啊 還有這個是西門魔王對不對 還有一個是沙特還有一個 布魯斯特 那佐拉 然後他說 哦 那麼這個沙特呢 比較有趣的地方是怎麼樣 他都是在咖啡廳寫作 那他 他暢銷的程度 可以是怎麼樣 讓出版社送給他一本支票 空白的支票 就自己簽啊 所以他是當時的 超級暢銷作家 我們看到 法國可以製造這種 他也寫詞寫啊 也有寫小說 也可以暢銷到這種地步 還有另外一個 大家可能也曾經聽過 叫穆柯啦 米歇武庫 他的書其實也非常暢銷啊 然後他很討厭 到銀行 他從來不見銀行 所以他 瞎了通地鐵部現階啊 所以他死掉了 人家去請他通地 有好幾百萬的華人啊 他的書非常暢銷 因為他寫了很多精采的書 各國藝館啊 各國藝館啊 還有 他後來又是華蘭西學院的講座教授 華蘭西學院就是說 開畫給一般老百姓聽課 一般聽課 他沒有什麼註冊啊 沒有好事 一般老百姓就可以去聽課 那麼護科那時候就是華蘭西學院的講座教授 就是講給一般人聽的 然後那個代義也非常好 大概聽說一年就要講十次而已 那麼後來他在講座的這個 演講稿呢 總共有十人見 也出了十二本 那麼這本人非常崇拜話 真的把這十二本全部出出來 十二本 大概台灣最少會出 誰會搶的那一根 人家上來 那雙方 到底是 你可以 可以坐欸 你現場可以開放主委 他可以可以 不好意思請你大聲一點 謝謝 我度過有一本流動的想念 而且說在巴黎年輕的時候 如果你很幸運在巴黎度過 你很年輕在巴黎度過 你這個能力是可以 就是說你如果年輕的時候在巴黎度過 你這個能力是可以被子帶著走 那你認為嗎 對對對 因為這本書是海明威寫的 海明威那時候二零年代三零年代 二零年代三零年代這樣 這個那時候美國又禁酒對不對 其實不能喝酒啊禁酒 所以後來很多走私的酒啊 那很多作家藝術家喜歡喝酒啊 在美國又不能喝酒很麻煩 有很多人就跑到巴黎去 那巴黎又比美國來的自由啊 比較笨化 所以在那邊感染那種氣氛啊 所以海明威只要是在講 當時那種氣氛啊 當然跟他整個出生的背景有關係啊 就是因為他那時候在美 這個 他是派到歐洲去當記者 本身也在那邊寫作 後來也有一些作家 就順便跑過去 像大航小傳的Fitz Jett 還有這個 Shield Anderson Gertrude Stein 他在那邊開化了 很多美國人就跑到那邊去 他們覺得在那邊比較自由 比較享受一種創作 藝術跟自由的氣氛 那種氣氛比較容易有一些靈感 因為你 你查禁得那麼嚴格 這樣不能喝酒 那怎麼創作好對不對 後來就賣私酒啊 你沒看到漢衛家園 以前芝加哥那個黑幫大哥卡幫 他就賣私酒賺很多錢啊 這個中向東路大陸大樓 後面一下卡幫餐廳 那個老闆就有人說 會卡幫啊 就裡面都卡幫的照片 那時候就在賣私酒啊 應該有回答你 就是他那邊比較氣氛比較自由 他沒有其他的族者 老師那個 剛剛您說喔 那個法國他們很善意 接受各國文化 然後 跟他的排外 這不是互相矛盾嗎 然後另外第二點 就是 有幾個笨笨的統治者排外 你怎麼這樣講 可是大部分是接納 但是因為 一個國家在歷史上中 有幾個笨蛋嘛 對不對 就是說 那剛好 頭殼壞掉 心胸狹窄 種族主義 就是這種東西嘛 你不是中 在歐洲不是宗教 就是民主嘛 我剛剛講的 德烈歐斯事件 就是排除有賴的嘛 對不對 另外那個 就是 宗教戰爭 就是 新教跟舊教的問題啊 所以就是說 在那種民族性 上面 他才是 排外 因為他就是認為自己最老闆 但是他的 所謂西州各國文化 是純純culture 就是說 是應該這樣 那一段 沒有你文化應該是 見懂並去 對不對 你善理一見到外來的文化 你就可以 是怎麼樣呢 你可以重大自己啊 美國 古典音樂 為什麼那麼厲害 那些樂團啊 他就是 二次大戰 很多被納稅追殺的 那些音樂家 小提琴家 鋼琴家 又到美國去 美國全部接納啊 對不對 很像那個努比斯坦 努比斯坦 努比斯坦是 運氣最好啦 但是 他是 波蘭的猶太人 他在美國 演奏 剛好納稅 控到波蘭去 自然就變成美國人 還有一個 芝加哥的 指揮休憑 他以前是匈牙利婆 猶太人 還有好幾個 都猶太人 所以 美國戰後的 交響樂團 大部分都是猶太人幫他們信念 這些猶太人 大部分 以前是二次大戰 被納稅追殺的 美國鬧到啦 對不對 那 還有 像現在的法國 他有接納很多 中東啊 北北 所以 他治安其實很不好 這是跟他 有點濫用 他那個 是很可愛 有點濫用 是阿老 這幹什麼角度啊 幹什麼 在法國沒辦法 生活得很好 因為犯罪啊 外國 因為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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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 你如果認為 影響治安 他可能是 法國人他們的經濟 這個 比如說 封重被他們搶走 或是什麼之類的 是 但是移民 他本身也 比較 比較努力封重 對不對 不然的話 還是比較偷懶一點的 對 那 你有時候 又沒有好好照顧這些外來的 有時候 不可以讓他們摸到地位 有時候 他們就會鬧啊 總是覺得他 他 蛤 因為他的建國 他國旗在那一陣子 不是只有平等國愛嗎 所以 他有點 散勁啊 所以 他會變成說 都來 都收到他 都市長來了 他沒辦法照顧好他 這個 可能你們帶時間解決 因為這個 比較屬於行政的問題 不是文化問題 這個 假如是巴黎 蛤 沒有練 沒有聲音 沒有大聲音 真的 我想問一下 就是你剛剛提到說 那個 日 呃 日本人的崇拜法 那我不知道說 好像法國人 對日本人 印象很好 好 請到 所以這兩組 到這兩組 有一起的選擇 為什麼這樣有 這麼互相友好 日本呢 以前 在 幕府幕連呢 也曾經 請化國的軍官 將官 幫他們訓練部隊 因為 1868年 那個明治維新 他們 要現代化 現代化就是 也找化國的將官 來幫他們訓練部隊 那麼 日本人呢 日本人呢 也曾經 到 化國 去參加 巴黎的博覽會 那我們剛剛 有看到 這個巴黎呢 這個 除了 百貨公司之外 還有 兩次 特別是比較重要的 博覽會 就化國是第二帝國 1855年 跟1867 那麼 日本的這個幕府呢 有去參加這個博覽會 是在1867 然後看到化國這種進步呢 也非常驚訝 那時候 等於是 在博覽會 看到這種 那一瞬間的這種驚訝呢 等於是烙印在 之後的這個日本文化的發展 那麼 法國呢 法國這個 他也非常崇拜日本 特別是在哪裡 就是日本的服飾會 日本的服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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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他整個這個構圖啦 整個這個色彩呢 就跟西方的這種圖畫呢 不太一樣 這個服飾會 還有日本的和服啊 日本的和服 日本的和服呢 他穿起來是比較寬鬆的 他不是這種跟西方上下剪裁的 他是一體啊 所以那時候呢 有好幾個畫家有機 就是莫內 他還起找他太太 穿和服 畫了一張 一張圖片 所以那時候 還有日本人 欸 法國人很喜歡 日本的歌舞技 卡夫基 那時候 四季末 後來 巴黎也有一次佛蘭會呢 那個 日本也派這個歌舞技 去那邊演出啊 所以也讓畫國人非常這個 敬業 應該回答你 那那個圓圓是什麼 圓圓喔 圓圓喔 圓圓就站著你了 你看到美的東西 你就想去 去喜歡去模仿嘛 對不對 你看到畫國這種文化 日本其實你看那個和服 其實很漂亮 和服那個 那個比一般的衣服還貴啊 而且他那個色彩對不對 日本傳統的那個色彩 日本的這種花紋 這跟西方人是不一樣 就是說 你傳統文化所看到的東西 之外的東西 你會覺得很驚訝 就是說 有什麼 有這麼好的東西 就是跟我們文化不一樣 不是我們自己文化所 誕生出來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那些畫家 還喜歡早上太太 在其他模式文化 不好看 好了應該有回答你的問題 現場沒有其他的讀者 沒有問題的 請問了 請問了 這是什麼 有什麼 好 好 剛剛現在操作圖片就比較順了 剛剛真的對不起啦 突然有點中斷 好 剛剛講到這個馬維爾 這個是當時華蘭西第二帝國 非常重要的一個攝影家 那麼 這一張呢 這一張呢 那麼就是納達照相館 那我先給大家看一下他的 這個是納達 這華蘭西第二帝國 也非常重要的一個攝影家 他本身是一個記者 後來改行開照相館 那時候呢 巴黎大改造呢 有是一個 挖地下道 挖這個下水道 他就跑到地下去拍照 所以他留了很多 巴黎大改造過程當中 的一些下水道工程的照片 好 那麼 他也搭這個熱氣球 上去也要拍照 這個也蠻有趣的 好 這一張就納達照相館 在西方 印象派 印象派 1874年 印象派呢 就是以前被畫國的沙隆 沙隆 有一個 意思就是沙隆 就是談話 大家聊天的一個地方 貴族 沙隆 另外一個意思就是 官方展覽 比如說台灣像 美美館啊 你像什麼什麼 把這個官方展覽 你要官方的這些策展人 監督人呢 同意你的作品才能進去 可是印象派當時就是被沙隆 官方展覽排除啊 所以他們就在這一棟呢 舉辦第一次的展覽 納達照相館這一棟到來 你稍微記一下這個扭曲 印象派 好 那麼 巴黎 還有一個當然是鐵塔 對不對 艾威爾 那他是一個類似 巴黎這個 專科學校畢業 他不是正統的這個 這個建築系畢業 後來就蓋了這個艾威爾鐵塔 當時很多藝術家文人都反對 反對 可是後來呢 後來呢 那個 竊艾變強 巴黎的這個地標 我記得1898還是1889呢 這個 法國有一次博覽會呢 就是慶祝這個 這個 這個艾威爾特大漏場 對不對 好 好 剛剛我今天圖片操作比較順了 那麼 大家已經來到這裡了 就還是給大家都看一些圖片 不然這個我實在勾於不去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拿破崙三世》 《歐仁以皇后》 這個非常有趣的《拿破崙三世》是《歹咖》 就當然看不到他是柏角 他是搞了兩座政變 在建立裡面的建立員曹斯啊 就得了洪書證 所以他經常這樣 起泡澡 好 法國開始因為他 柏角而發展溫泉文化 圍棋溫泉 法國 以前羅馬人稱統治 統治就是高盧對不對 凱撒就寫了一本叫高盧戰記 那時候圍棋就有一個溫泉 所以《拿破崙》經常去那邊泡澡 後來又發展成礦泉水 這就是《拿破崙三世》的發展 就是 現在我們超市可以看到 法國兩種礦泉水 好 這個《歐仁以皇后》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馬力皇后》 這個被砍頭對不對 他出生的時候是葡萄牙里斯本大地震 所以他出生那一天 大家覺得不想的抑造 後來真的被砍頭 那這一個呢 《歐仁以皇后》 他是來自於西班牙格瑞納達的女貴族 他出生那一天也是地震 格瑞納達地震 所以大家覺得不想的抑造 不過後來他沒被砍頭 他就流亡到人家去活到九十幾歲 好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看 那時候百貨公司呢 內部的空間設計是模仿巴黎哥劇院 一上去呢 一上去就樓梯對不對 左右兩邊有那個馬蹄寫上去 你會看到這個上面是什麼樣呢 上面是那個透明的玻璃 所以白天陽光射進來呢 你這個人會很恍惚啊 他是故意這樣設計 在設計什麼呢 設計大家口袋 你一進去呢 失去理性 慢慢寫就跑出來 那麼人這腦筋清醒的時候 大概兩個狀況 一個狀況大概就是回到家 因為回到家你燈光沒有那麼暈眩 對不對 太太就練了你啊 然後帳戶就練了你 欸 每人都東西幹什麼 對不對 那另外就是現代 就是信用好帳單來啊 那這個設計呢 就是跟現在不太一樣 現在這個白歐公司呢 這個跟當時就不太一樣 那麼這個為什麼要有透明的玻璃 就是配合當時啟蒙時代 啟蒙我們的啟蒙這個字其實就是 英文叫Enlightenment 就是給大家光光明光 這也是光的意思 那啟蒙是跟工業革命有關係的 就是啟蒙時代這個工業革命之光出現呢 大家相信透過消費血拼買東西呢 可以得到幸福 未來是可以得到幸福 好 所以我會看到其實跟當時啟蒙 剛才是有關係 其實那時候 英國的水晶工博覽會 人類第一次萬工博覽會呢 其實就是一種溫室 就是那個玻璃跟鐵架大起來了 那其實百貨公司呢 就是從博覽會那邊 學到這個經營的概念 博覽會半年就結束對不對 百貨公司呢 它可以繼續經營下去 如果沒有倒閉的話 對不對 那這一個是春天百貨公司 法國有一個叫Printen 春天百貨公司 可是在台灣曾經倒閉過 對 也在東區叫明德春天啊 現在好像改成野東愛蠻 這法國也是要有幾個名的 法國公司啊 好 那麼這一張也是春天百貨公司的海報 這個是 我們可以看到 藍莊已經沒陌 藍莊到了波特萊爾呢 你可以看到波特萊爾穿得很漂亮 對 人家就用石茅爾 他們就說這個石茅爾的黃昏 藍莊走下坡了 女莊帶自而起了 你可以看到當時的海報 這個大概是十九十年末期海報 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一張非常有名的插畫呢 那個是春天百貨公司的現場 然後把這個 專櫃 拉出來 變成地盤 對不對 女莊 為什麼不掛藍莊 你看到女莊時代的來臨 到現在還是 對不對 你到現在買藍莊 你還是要爬到五樓去 對不對 一樓二樓三樓 一樓這樣化妝品 二樓三樓 就是女莊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那個 藍莊女莊很囂張 我剛剛給大家看路易十四的時代 藍莊 藍莊 其實是非常漂亮 好 這個是 冬天 對不對 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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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是跟剛剛這個屋頂有點類似 可是它是拱廊街 以前 這個百合公司吃現之前 十九世紀初期到十九世紀中期 百合公司還沒有出現 拱廊街是最重的 因爲那時候上下水道不多 你一出門 逛街很不方便 所以 到這個拱廊街 它上面有这个 屋顶 还有透明的玻璃 来遮蔽 所以逛街就比较舒服 当时这个狗狼街 好 我们现在给大家看 老巴黎 这个蛮有趣的图片 这两张一定要给大家看 老巴黎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就是逛街怎么不方便 你逛街不方便 就影响了消费 大家就不想出门买东西 那时候很多公子哥 出门 他很怕鞋子跟 这个裤子弄不上 所以 有很多圣在鬼舞 欧巴桑跟欧尼桑 在路上打工 帮你从这里背到对面去 你的裤脚跟鞋子就不会去沾到水了 你看看 背过去了 那时候巴黎人很没有公德心 你走路一听过 可能潑尿 潑 潑 潑 什么米田共 就潑下去 你看看 这可能是 你从楼上这样乱潑东西 没公德心 所以你 这个当情人很危险 随时是怎么这样 身上会沾到那种米田共 好 那么老巴黎呢 那么那时候呢 那时候巴黎还有那种 关卡 就是海关 我们说真的海关 就是这些你要检查 所以那时候还有一个关卡 我记得好像是在 华国大革命之后 就慢慢撤退 撤掉 因为 你 一个城市呢 经济要发展 关卡不能太多 所以 华国大革命之后 就慢慢把这些 关卡呢 就撤掉 撤掉 不像以前的静观 都要怎么还要检查 好 好 这一张刚刚有没有给你看 这个拿破仑三次 这个奥斯曼 对 那么他 就是要讲这个 任命他巴黎省长 善下省长 总的 巴黎大改造 那么这两个人呢 那么 关系处理还不错 所以整个巴黎 大改造还蛮顺利 那么奥斯曼在 后来去第二帝国崩溃之后呢 曾经担任过这个 立法委员啦 巴黎的立法委员 法国的立法委员 算是国会议员啦 那他本身是新教徒 这个 跟一般 法国的新的教徒 不太一样 那本身是新教徒 他不知道是谁啦 他不知道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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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那时候呢 这个上流社会呢 在大革命前呢 那么比较高级的这个布垫 布料店 你们看到 他们去这个 买这个布料 那么以前呢 都找这个师傅来定做 好 那这一张呢 我刚刚讲说 模仿巴黎歌剧院 这个是歌剧院的这个怎么样呢 这个 可能是 那个进去的那个阶梯啊 所以刚刚 大家看到这个 白博公司的这个 室内空间设定 跟这个其实是一样 好 我刚刚找到图片了 这样 我刚刚这样讲 大家不清楚 这个华乐赛公呢 听说有100多座的 流动尿湖啊 而且他说我们优雅 还有像那个一叠的精装书啊 这个是 路易十四的尿 尿湖啊 那么他全都100多座 然后他随时拉肚子 随时就上去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 如果看一部电影 叫烈爱灼身 对不对 这是那个 演路易十四 这个的一个故事 那么里面就讲 演到这个 好这个路易十四呢 你喜欢吃东西啊 所以他是一个大卫娃 有吃很多啊 你看这个是路易十六 那时候呢 男装 衣服是非常漂亮 很 还有刺绣 还有就怎么样呢 穿的白色的长袜 你可以看到 可是那时候呢 还是在老时代的秀体概念 所以以前是强调臭味 强调动物性香水 所以呢 听说路易十六呢 只有洗过15次澡 有人在他被砍头之后呢 看到他的那个笔记本 那有一个说法是路易十四呢 只洗了两次澡 就是刚刚他诞生的时候呢 保护帮他洗一次 死后要进关仔洗一次 因为那时候强调 臭味是有一种 性的魅力 这个我们现代人 是很难去想象 可是到了十八世纪呢 中期之后 现代医学的这个概念出来了 强调这个怎么样呢 恶臭的这种空气呢 会影响身体健康 所以开始那种 中产阶级的那种清洁 卫生的概念就出来了 城市也要干净 也要清洁 对不对 所以才有巴黎大海照 所以巴黎开始大海照呢 他典型的就是中产阶级 跟资本主义消费的产物 现在巴黎就是这么一个产物 好 再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是八度人 以前那个衣服都刺绣 那你们看到他手上拿着衣服 还有一张是他手上拿着一本书 给大家看 好 以前那个十八世纪的非常 一张夸张的华贤 你看看这个人 华贤等于是屏头还大 那时候他又哄嗤这些贵族啊 整天一直在那边 搞一些很怪异的一个打扮 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彭巴杜夫人呢 他手上拿了一个衣服 还有一张是手上拿了一本书 他们有句说 化国礼人发明了沙龙 英国蓝人发明了俱乐部 对不对 化国礼人发明沙龙 沙龙就是 我刚刚讲到说 化国的沙龙就两个意思 一个是怎么样呢 化国的上流贵户跟礼贵族呢 他们会在他们的客厅呢定期邀请一些作家 艺术家呢 来演讲或台语论 那么沙龙另外一位是 当然就是观望展 就两个意思 那么英国人就发明了一个俱乐部 看过环游世界八十天 英国那些上流社会呢 那么他们在一些club里面呢 有这种图书馆餐厅 还有打牌 还有壮球啊 他们固定了一个私密空间 那这是英国和化国不一样的地方 好 那该给大家看的这个图片 有这个差不高了 还有另外呢 刚刚有有有有一点要忘记讲 我刚刚讲到巴黎呢 对 好 這一張是路易十四 大家如果到巴黎郊外華樂賽宮 你可以發現 有一個國王 就是我剛剛講的路易十四 他很討厭巴黎 所以他一上海之後 就把政治中心轉到郊外華樂賽宮 因為他那時候還沒有漲錢之前 1648年有這個投石黨的叛亂 圍攻他出的地方 所以有一次半夜醒來 他很討厭巴黎 後來就把政治中心挪移到華樂賽宮 這個是巴黎的比較特別的 除了我剛剛講說兩次的排外事件之外 還有一個是國王他本身就很討厭巴黎 所以他把華樂賽宮見得有模有樣 好 還有沒有問題 差不多了 該給大家看的圖片也看 我想大家大概都有看到一些精彩的圖片 因為剛剛一開始超重的一些問題 在真的抱歉 那因為我們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謝謝吳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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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